那么这是十九大 确定把第二个百年 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十五年 我是觉得非常有道理的 中共共产党觉得说 它的合法性来自于 我有没有达到 我的使命有没有实现 从十八大以后 我的一个判断就是 习近平他所规划的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他的两个任期 而是未来的三十年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是觉得未来三十年 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还是制度建设的问题 是吧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 他出台了一个 建立法治这样一个改革方案 我个人觉得 这是最大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方案 所以从制度建设入手 协建立法治 最实现民主 我是觉得这是 比较一个有效的途径 第二点就是领导 为什么这个是这七个人 我是觉得这非常有道理 首先王岐山还是下去了 表明这个党内的规矩 习近平受强的党内的规则 还是没有破坏 第二 我是觉得也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 没有人说 想接派人就明确了 政治局这就需要 进了很多心的人 就是不要指定哪一个人 你写拔一些 比较好的五个六个 是吧 以后这大家选举 党内的集体领导 他的民主机制 我是觉得 还是深刻的 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几年反复班 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反寡头政治 另外一个国家 监察委员会 肯定会成立 是吧 这就形成了 中国式的筛权 就是决策 执行 跟监察 那么对香港 什么影响呢 我想首先 一国两制不会变 香港有很多的优势 金融 人才 国际化 我觉得香港现在的问题 就是新兴的问题 我一直主张 中国大陆 要对香港 台湾 澳门 实际代别开放